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张丽串 白肥的中施 和林荫棠 这个是莫家权的中施 那她三个非常之好 所以无论不想 那些人都称呼她叫东江三湖的 董建光师傅现为龙行国术总会主席 习武已经三十多年 当初只是学校功夫 没想过开馆授涂 可是为了继承先师矿源的医院 十多年前开始利用工余时间授涂 看师傅示范的王龙圈身棍 可以闻风散打吗 董师傅, 其实我想问您 为什么您教的这本拳法 会叫做龙行拳 龙圆团小童子有十形 龙蛇虎泊鶴, 私杖马后标 龙其实没有这种生物 没有人见过 但是我们会想像到 龙是怎么行动呢 是喷吐喉吐喉 它这样拉到这样 龙一层一层, 对吧 是 我们玩拳的时间 要跟着这种东西 吞吐喉吐喉 所以我们叫龙行拳 是 龙心拳身法松柔, 进退灵活 这都是由压马练习 是一种走马练习 走动间身体起伏 体会松紧开合的道理 现在开始跟我做 首先, 立正在这里 立正 是 是 两手叉腰 然后, 膝固 坐低一点 好 然后, 左脚向前, 圈过来 这个圈子 是, 圈出去, 然后坐下马 前的脚尖和后的脚尖 在四十五度角对出来 而且是 , 上半途之间 有些少人可以到胎后的脚尖 好了 这个就压到脚尖 現在這個尾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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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鍛鍊, 鍛鍊關節, 鍛鍊關節 鍛鍊關節, 膝蓋, 腰部的裹部關節 腳趾全部都有練習 這是非常好的功法 或者平時, 即使不玩功夫 鍛鍊也挺好的 對, 鍛鍊, 鍛鍊, 鍛鍊 對, 不錯了, 已經玩得不錯 是吧 你第一次學習, 已經做到非常好 好, 下一步, 您會教我什麼呢 可以教你十六動 十六動? 十六動是龍型拳的基本動作 是基本功來的嗎? 是, 沒錯 十六動是龍型派的基本動作 裡面是身形吞吐浮沉 還有一些簡單的攻擊步驟 還有一個簡單的防守動作 在裡面, 我們會啟發龍型派的吞吐浮沉 很舒服, 這是一個基本的手法 師傅 玩得很好 謝謝 我常常聽人家說 其實練拳、練功缺一不可的 一定要兩者都有 其實還有沒有一些練習的方法 是幫助自己的武功效果的行為 我們就需要練個反應 因為為什麼要練反應呢 你什麼手法呢 如果你反應不快 是 不穩定 什麼招式也沒用, 對吧 所以一定要練個反應 我給你手打 你試試打出去 對, 好了 我打了, 我拍你的手 你打了 對了 就這樣練 小師弟, 看你的樣子是蠻專注的 出手也好難好近 聽說這是練習反應的 好像是有一點不對勁 你以為現在自己在打拳擊嗎 師姐果然厲害 一眼就看穿了 好累, 師傅 好累 我們先跑一跑 好 待會兒就試試看 我打你的地方 但是你要注意龍營的… 這個叫我們的燦爪 那就需要用腰轉動去打出來 就不要只靠手去做, 對 腰軟 好, 那你現在… 可以我放嗎 來, 試試看 經過師傅的糾正 好像有一點進步 而且學士認真, 精神的集中 蠻好 都說我天資聰明是個學武人才吧 廖古德, 你又忘記了 做人要謙虛一點 看你的動作又沒有轉腰 這麼快就把師傅的話丟掉了 師傅, 很疼啊 這個練習 就是練功的時間 我是到那個位置才發力 所以那個力量是疼痛 我怎麼說就會少許痛 所以這些就不重要的 是皮肉痛而已 對… 因為我最後已經就好了 是吧 這個功力非常深 我們可以練習一種 是我們同盟的柔化功夫 柔一點的 是, 柔一點的 應該怎麼練習 就叫做…我們挑手 挑手 挑手, 挑手練習 我挑手就這樣做 首先, 我一個挑手 拿著你的手, 向前 迫過來, 給你挑手 把握起來 這樣… 對, 握起來 對, 把握起來 然後向我迫過來, 我把握起來 對, 沒錯, 這樣 這樣, 有點像太極拳的推手 對, 其實很多功夫都是一樣的 師姐, 這個練習的感覺 有點像太極拳的推手 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應該不要向外化 如果向外化的時間, 人家會把握起來 如果說不到, 怎樣 對嗎? 人家會把握起來 不會飛開的,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跨行應該握起人的手 然後握起來, 這樣就比較好一點 對, 這樣時間你已經空了一個位置 對不對? 自己空了一個位置 人家會有機會進入你的醫院 拿來, 對… 對了, 乾淨有餘, 油畫不足 剛才師父不是說練習油畫的功夫嗎 董師傅, 我知道您的龍心拳 其實也算是男拳的一種 那麼男拳除了注重馬步之外 這個橋手也非常講究 那您這一門派 有沒有獨特的練橋手的方法 有, 我們通常會鎖著石包 因為石包, 但現在這麼難的東西 現在人的年代不同就少了打 所以現在我們就轉去用布包 對 那就是打沙刀 對, 沒錯 那跟西洋拳或者泰國拳 他們打沙刀有沒有什麼區別呢 我們會兩邊對練 是把包推開來打的 不是站在這裡打的 是兩邊, 我們可以試一次 那您是來教教我, 好嗎? 好, 你… 我看這邊 看, 你站開 我好看, 你用我的橋砍它 砍一下? 對… 對 小師弟, 師傅的話你又沒聽早了 練習完整了 師傅說了練橋手, 而且是轉靜 董師傅 我呢, 剛才已經用了兩個手的力量打 可是我發現這個靜力方面 你為什麼單手都可以打得這麼大的靜力出來 因為我們的龍形是需要用腰去發勁 其實我打下去不是我的手打, 是我的腰打下去 然後一切都是從腰產生出來的力量 對, 腰產生出來的力量 而且我們要發很短的力量 就要攻擊貓, 從腰直打下去 我剛才看見你 是 是抵起的手和你的手一齊打下去 那如果以往功夫來計算 要需要抵起的手攻擊人的時間 就已經慢了, 已經被人攻擊了 已經打你了 我們需要練很短的腿力 就去打人家 就可以把力量發出來 是人家很難防範得到 那這麼說, 你所發的靜力 其實算不算是寸靜的一種呢 我們可以這樣說, 寸靜 那一定要多練一下 柔理長徑也是最難學的龍行功夫 每幾十年的鑽研 也無法觸摸當中的奧妙 還要請來唐紀理導演 細說他的練習經驗 大家都說, 學習要從最基本開始 學習龍行功夫的必經階段 就要好好練習三通過橋 打好基礎才容易摸索更高的境界 和他們應該看到有空變動 教練, 學習在參觀 過程, 而是山口過橋 我們已經要接來 拒絕最重要的一個基本的套路 它做的動作很簡單 簡單來它了解到 如何吞吐吐沉 這個是很基本之基礎的動作 是 董师傅 刚刚我就看到师兄耍三通过桥 我看到其实他的动作好像很普通很基本 是吧 但是在实用方面 是不是其实隐藏着一些奥妙之处 是 其实弄影的功夫是很简单的 但是很实用的 是 譬如三通过桥 压手中去 你试一下压压脱 这样 打的部位是哪个部位的 通常打喉咙、头位都可以 甚至在胸部抬下去就可以 我们随意可以打哪个位置 可以打哪个位置 可以示范一下 第二下手法叫做黏手 你可以试试一下 一往一打 这个叫做黏手 我们黏手 可以把你的人打肺 如果我不用我的肩膀 押你的肩膀位 我一摸你的手 我会在你的肩膀位置索 这个位置针下去 你可能当时你的手打直了 这个位置会自断 好…会断 对,这样动 你已经是手臂受伤了 好,其实除了打之外 也包含了很多的攻击关节的动作 是,没错… 那我又知道您有一套拳法 就叫做龙琴鹰爪 那可是龙琴鹰爪 为什么又会加入这个鹰爪 我们鹰爪就不同 那个北派的鹰爪 不是像鹰爪 不是… 我们是一个取其二 是比较劫身,黏着人打的 比较劫身打 很多有些黏着人的桥的手法 所以叫做鹰爪 鹰爪这套拳 就是比较劫身 接近对方的动作 有些黏着人去攻击的 他比较多的差的应用方法 那意识是搭着你、黏着你 就像鹰捉着你来刺你 吸引,打脚,跳后 再打脚,拿地 掃,然后起箱子 对,这个是一个龙形的 比较多一点的脚发的拳 这个腿很实用 而且是连环腿 对,连环腿 这个是华吉 刚听名字就觉得在门功夫很选 华吉这套拳是我们龙形拳 是一个高级的铺道 龙形拳是需要练智光 接着要练智油 由智油而产生智光 我们之前的套路 大部分都是比较光满的动作 可能会忽略了松油的部分 我发起这套拳是给我们练松油 由松油令到身发、手发和马步 然后很松油的配合 很自然的配合 然后出手 对 然后呢 转手 对 放松油 透露 对 好了 你会看到这个动作 你因为练得不够松 是 不够油 为什么不松不油呢 现在你怎么看到我不够松呢 对 因为你手肘向后拉起了 因为你肌肉重了力 所以手肘会拉后 你试试放松了手 对 对 放松了手 你把前臂抵起来 前臂抵起来 对 再抵起来 这个动作 肩的关节 肌肉完全放松了 但如果你要拉后手肘 你试试拉后手肘 你现在用力了 即是用力了 对 你没有感觉到现在用力了 对… 对 所以你的手肘很放松到肩关自己的肌肉 是拉起来 原来这样 对 没错 听你这么说 我想如果像师傅 你把整套的跨镜打出来了 我想没有十年功夫都练不了吧 这套功夫相信要二十年以上 我的天啊 那好 我现在为了追求这个境界 我就先练师傅 您刚教我的单一的一招好了 好 拜拜 阿赏 我们会见过 疯狂 来